我们今天又来到了创新入 这票好吃是超级多 我一次路过这条小路 然后看到有一家小店 那么那么小的门脸 那么那么多的人 特别好奇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是不是好久没有吃过贴了 够够够 我们来得早 五点 这会儿有没有 有点来一点 要一个莲菜大肉的 一个青椒茄子 那我要给你鲜肉混的 再给我搞一个牛奶鸡蛋牢的 四肢小菜是啥呀 腌红瓜 腌红瓜 再算了没 没有 我算没了 算吃完了 我精准地找着他们家店里面的蒜 可以拿 谢谢 咱们家是个12块钱 十年一块黑车子的时候 都值得叫你 你从哪里来的 从河北来的 河北 好地方 干气干气 这个是莲菜大肉的 莲菜就莲藕 然后这个是牛肉九行 这个是青椒茄子 青椒茄子可能会有点辣的 老板跟我说的 然后要了一个牛奶鸡蛋牢糟 还是等一个鲜肉混蛋 我们先吃起来 你们觉得锅鞋最好吃的是皮还是馅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底下那个焦焦的那个皮 嗯 连菜的馅 各支各支的 12块钱 15只 我觉得反正不贵 现在基本上锅鞋有买到15-18 我来尝一个 牛肉九环 你们那儿牛肉会搭配什么蔬菜 西洋很多的这个馅 只要是牛肉鱼必有九环 蘸个油辣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蘸纯油辣子吃 单吃口味比较清淡 蘸着辣子蘸着醋 你分点油人 嗯 这种小馆子 我觉得大家来 就不要计较环境 我之前拍了好多小馆子 环境就是很一般呀 我视频里面都体现出来了 还有姐妹去打卡 然后爱她我吐槽 说环境好差 我都拍了好多确实是那种小馆子 街边的小店对吧 嗯 尝一个青椒茄子的 像铺撑那种青椒茄子的包子的馅的味道 这个锅贴我可以吃三个 但它量也不少呢 嗯 锅贴跟煎饺有什么区别 我的粉丝都特别特别温柔 这样的就会自动投喂大蒜 快剥好了 会嫩口口的大蒜 哇 嗯 嗯 这个在西安市场上属于小锅贴 还有那种皮更焦的 连一大片的那种冰花 多好吃 后面小哥在看这个 刚穿过了鸡鱼 又穿过了鸡鱼 喝吃美望凉 怎么呢 就那么多 嘿 吃老虎一棒 看 喝个牛奶鸡蛋牢骚 看一下这个看着比较稠 嗯 不好 奶味很濃 里面是个真实肉眼可见的鸡蛋 果然黑芝麻黑高气 嗯 亮了 突然就亮了 夜市的感觉有了 是不是 他们这个店 只有天黑了以后 才可以把这个小灯牌拿出来 我最开始路过的时候 也是这个小灯牌吸引到我的 很多 馄饨 跟夜市的那种小馄饨比一样啊 稍微大一点 你跟我说啥吧 鲜肉馄饨就是汤 它在汤类里面 跟牛奶鸡蛋牢骚在一栏里 我上次之前说要能喝的 要有个馄饨 喝的馄饨就是喝的 我说句感觉 我感觉他们家不像夜市风 口不重 但是 食材本身比较好 你家馄饨 锅贴 都不是种厚儿咸的 我最好吃的 越吃越好吃 鲜子我最爱 这你只要我最爱的素馅了 嗯 让这个小馄鲜了 真的 还买点的黄瓜 听到吗 咯吱咯吱的声音 微发一点点甜 太好吃了 红油很香 这红油很香 小菜两块钱 值得一试 浇上我最爱的红牛 看涨不涨 嗯 嗯 最阳光是超级香亮 然后到夏天啊 像防晒啊 墨镜这些必不可少 哎 我这是不是特别百搭 得我上百搭 里面都是大牌宝针 我这个比官网招贵 划算了五六百 大家想入手的 去车评论去看看哦 嗯 这个皮皮绝了 铿铛铛铛铛铛铛不错 好 我都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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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期节目都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一定要给小费点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 幸福大家一个淡奶唠叨 哎呀淡奶唠叨 我是喝过最丑的淡奶唠叨 吃饱了喝足了 清清口气回家了 GoGoGo GoGoGo